你好,我是折折王子,我们来折一款初级折纸里面的一款盒子 我用的纸边长15厘米,首先把两个角对折 展开,另外两个角对折 上面的角往下折,压一小段标记 展开,上面的角折向刚才的标记 展开,把这个角往上折,折向刚才这个折痕 再把它往外折,对齐外侧的边 这一侧也一样,折向上面的折痕 再把它往外折,对齐外侧的边,全部展开 旋转一下,这两个角对折 这一侧用同样的方法,先把上面的角往下折 压一下折痕展开,上面的角折向刚才的标记 压出折痕展开 下面的角往上折,对齐这个刚才的折痕 再把它往回折,对齐外侧的边 这一侧也一样,这个角折向上面的折痕 再把它往外折,对齐刚才的边,全部展开 沿这个线,沿这个线,把它往里折一下 展开 下面沿这个线往里折 展开,直竖的线往里折 展开,沿这个直竖的线往里折 展开,按照折痕把它收到一起 这个部分往里折 左右两侧折痕捏起来,往里折 这脚翻下来 调整好,形成这样 剩下的部分都一样 这样一款盒子就完成了 关注折痕王的学更多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